生活事业感情我哪一样我不照顾他 他不高兴了 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哄我都是在让 我跟别的男孩子在一会儿我根本不需要这个样子 知道吗 不是我说这话家人们你不是说让你们去 去说大宝什么 只是我想说我问心无愧 我确实问心无愧 我对他大宝真的挺好的 我要是但凡对别人放的心像对大宝这样 我早结婚了 真的 就是因为过去的这些东西让我成长了 到大宝这里的时候 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都给大宝了 我以前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贤妻良母型的女孩子 我就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孩子 但是我跟他在一块真的 鞋子袜子我都操心 他出去穿衣服然后怎么搭配 头发怎么弄什么 你们看了他跟我在一块是一个样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又是什么样 我还咋还不把他放心上呀 所以他今天就说什么呢 哎呀我不在乎他什么呢 我是有点伤心的有点难过的 你知道吧 就是因为一句话 可能我堂堂说错一句话 然后否定我在生活中对他的所有的好的话 我确实会挺难过的 对 可能男的都喜欢那个嘴巴甜一点的女的 就是不用干什么实事 但是我堂堂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我会实实在在的为他做一些东西 而不是拿个嘴巴哄他 对不对 嗯 是的 嗯 所以我希望只是一个小插曲吧 小插曲吧 我希望他能明白 嗯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 太上升高度 确实没必要 嗯 对 对 嗯 所以他觉得你太爱他了 他会慢慢不在乎 嗯 应该不会吧 嗯 对 让我们两个都冷静几天吧 希望 在没有那么多外人 去干涉的情况下 然后彼此冷静一下 如果他确实觉得 嗯 我不合适的话 没关系 就对吧 反正也 就当没在一起过 对 对 因为家人们你们理解我 我也不想生活的特别累 知道吗 嗯 还有那个戒指 为什么不戴啊 家人们 是因为你们知道 我在三亚戴的时候 然后大宝不是说 你们可以跟他解释一下 那个戒指不戴 是因为当时我去三亚 然后他说不让我戴 你们记得吗 记得寇文一 他说出去玩水 然后怕我那个戒指掉了 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有戴 然后后来就是我去三亚 他他说不让我戴 我还不开心呢 我一直都有戴 然后后面就是我去冲浪的时候 然后把手给晒伤了 晒脱皮了 我就一直在涂药 我这两个胳膊一直在涂药 然后涂药的时候就有一个戒指不太方便 所以我就把它给摘掉了 知道吧 就摘掉了 后面我就放在珠海了 我就没有戴过来 你们可以看 这儿有个戒指印啊 我可不是从来都没戴过 你们到现在都能看到这个戒指印 就是因为当时我晒伤晒脱皮了 我才把它给摘掉了 对 所以 我觉得像这种事情 我觉得叔叔阿姨你们真的为我好啊 你们把大宝当孩子 你们就去教他 像他看到我没戴这戒指 他可以拿起来给我戴上 或者是直接告诉我 而不是把这个事情憋心里憋一个月 然后就因为一个这么小的事情 就觉得我不在乎他 你们觉得对不对 对吧 家人们 就是其实这都不是什么事 我今天说开了 就是因为我涂药的时候不太方便 手脱皮了 对吧 每天都要涂药 但是他一直不说 我也不知道他把这个事情会当回事 到今天 然后每次到一点事情生气 然后爆发的时候 然后把所有的这种情绪 全都宣泄出来 反正会把矛盾给激化了 对 打了今天没有接 对就没啥事 家人们 你们说我们说开之后 这是什么事吗 都是特别特别小的事情 对不对 根本就没啥事 所以说 对 这是小事情 对 而且饰品这个东西 对于我来说 它就是一个装饰 我很难说 带一个东西 带一年两年 我没有这种习惯 就随便就换掉了 我就是这种大大咧咧的人 我没带不代表 我就不在乎这个人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看糖糖这么长时间 你知道我就是 我就是大大咧咧的这种人 对 没想那么多 对 可能大宝的心会比我细一点 这个样子 嗯 大宝怎么了 对 都是小事 嗯 对 大宝在直播间吗 没看到呀 我没有看到呀 大宝哪在直播间啊 嗯 我怎么看不到 他在直播间 啊 他在 他在抖音上是吧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明白了 还有家人们 有些人 你就不要再问什么的 啊 那你跟前人这么好 为什么没结婚 你们结婚前 就没有跟哪个男朋友特别好 然后没结成婚了吗 你问我这话 你让我咋回答呢 对不对 你在问这话 你说我回答你吧 不是 不回答你吧 好像整的我跟他说 说谎话似的 不要再问这种话了 很正常 对 有缘无分 这还 这还需要怎么解释吗 那谁谈男朋友的时候 不是想着谈 谈到结婚的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可能就没办法坐在一起 对 这太正常了 嗯 我叫我妈妈来吧 好不好 叫我妈妈来吧 妈 嗯 哎 你来来来 咱们坐这儿烙会儿 嗑好吧 哎呀 一会儿再不烙手机 没电了 呀呀呀 我再找个手机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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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慢慢坐 好 大家好 家人们好 嗯 对欢迎一下妈妈 嗯 嗯 让喝水哦 嗯 没事 刚才听你说什么 啥呀 嗯 刚才说的啥了哟 没什么呀 没啥 我跟家人们 瞎聊的 没事 是吧 家人们 没什么 我想着又干嘛呢 又闹闭 你我能干嘛呢 没有 我跟大宝 我俩就没事 大宝的孩子还挺好的 不是那种 是不是家人们 跟大宝没什么 是不是 嗯 我俩 我俩天天都这样 我俩天天就老是 逗个嘴啊 什么的 一点事没有 就是我刚刚跟家人们 说我俩没事 就是好多人 以为我俩怎么 我俩一点事没有 啊 好 嗯 反正两人相处 有些东西 也难免的磕磕碰碰 相互 怎么理解一点 相互谦让一点 真没事 啥事都没有 你想现在是恋爱 以后那时间长的呢 相处的时间 难免有很多的 可能大家意见不相同的说 相互谦让一下 嗯 是 肯定的呀 有问题啊 肯定 我都会让的 我可会认错了 反正现在看 感觉你脾气变得好多了 嗯 是不是 不认性 我现在 我现在 对 我妈妈说 我现在脾气 好多了 嗯 家人们 你们是不知道 原来我 就是有时候挺凶的 我现在脾气 真的很好 不管别人怎么发脾气 然后我都是在 说 别闹了 好好说 家人们 要长大 这是一种 成熟的表现吧 真的 你们觉得 唐岚这样做 对吗 对 我经常 我都说 哎呀 别闹了 好好说 冷静冷静 我现在都是劝人家的那个人 对 我跟妈妈长得像不像 嗯 嗯 我跟妈妈像不像 对 还有人说你不是我亲妈呢 你给我逗死了 嗯 这应该很像吧 我觉得这 这还需要去验吗 这一看就是亲生的呀 嗯 怎么说呢 有时候因为 你从小到大 他们说的 都是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就说 一笑起来 或者跟那个神 特别像 不是说有时候 像父母 就是五官 特别特别像的 那个 嗯 对 对 家人们我跟你说 我妈妈从小都被别人说 她是我姐姐 对啊 上初中那时候 最多了哈 上初中那时候 都是说 我妈妈是我姐姐 所以说 我感觉 等我到 我妈妈这年纪的时候 如果能遗传到我妈 这种不容易老就好了 就我妈应该跟 十几年前 没什么区别 对 咋没区别呢 人到这个年龄了 慢慢的那种衰老 是自己能体会的 包括体力上 精力上的各方面 那还是 有很大区别的 长相没变 长相没变 希望以后都这样 是啊 我感觉 你有没有小时候 抱我的照片 没有 到了咱家有 我给你们看 你要是 你要是有的话 你可以 有相册 我都放到那个 你给我找个照片 我给家人们看看 你们看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跟我长相不相 哇 我觉得你床头那张照片 就跟我一模一样 床头那个 那个也挺像 真的 我觉得你找的 嗯 因为照片 让我妈妈找了 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我妈妈小时候 你看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比我好看多了 嗯 是吧 我得长胖一点 跟我妈妈相 因为跟我爸爸也挺相 对 对我脸更长 我爸爸 我爸爸脸比较长 我妈脸稍微圆一点 这你大学的时候 这没有咱俩合照吗 你小时候的东西 我现在看起来了 这是你 你大学的时候 哎妈这太丑了 我都不好意思给人家看 这太丑了 那是你那是胖 家人们哎妈太非主流了 我不好意思给家人们看 我给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把我自己的脸挡上了啊 嗯 再给你看看 这是这是我妈妈 那时候你 跟我的合照啊 还有婴儿肥了呢 对对对对 你看 对这是我妈妈 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我又不给你们看我了 我这头发你们能看起来 太非主流了 我又不给你们看 哈哈 对啊 旁边那个是 我我不展示 我我把自己挡上 看到没 这是我妈妈 这是我 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 这个以前 以前有点那个 发型有点非主流 就没变啊 跟现在确实啊 你们自己看吗 妈妈跟现在 其实也没有啥区别 对 就差不多 连发型都一样 头发都没有变 对 对对对对对 有点像爸爸 别看我了 不行不行不行 太丢人了 不给你们看了 哈哈 那个发型太非主流了 还剪个七刘海 对 我妈妈好看 因为我说 我爸爸娶到 我妈妈是使用了 超能力吗 就是 就是 我爸爸 但凡 就是 不是一个大学生 然后 当时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家庭条件不是像 当时那么好的话 应该 我估计我妈妈 也看不上他 因为我妈妈 那个时候 确实很多人喜欢 长得好看 这是你 想个解释吗 哎呀 这个不要给人看 你看我小时候吧 这是我觉得这张 照得比较自然风 但是太小了 你们看不到 这个是我妈妈 这个是我 你看我小时候多瘦 你看我那个腿 家人们 你们还说我现在瘦 我小时候更瘦 看了没 我妈妈带我去爬山 好瘦啊 我小时候真的好瘦 那时候很瘦 嗯 就是大概是 七八训的时候 嗯 看到我小课 对吧 我要是不给你们 看照片 估计你们都以为 都以为 这是我姐姐 对不对 嗯 妈妈保养的 确实挺好的 嗯 小时候人家都说 这个这个胳膊腿 说我胳膊腿太瘦了 说我家里面 人不给我吃好 其实啥都吃了 就是不会胖 就是不会胖 我一直觉得 小孩越进行眼了 也不行的 那时候小时候 整天煲汤 连鱼汤 把骨刺去掉 光肉 他都说吃不下去 嗯 对 就养不胖 自己一直养不胖 对 嗯 对 说她是我姐姐 肯定很多人信啊 然后前段时间 有很多黑粉 来说什么的 那那么年轻 然后看着比我还年轻 还说是我妈 然后我就不知道 要高兴还是难过 你知道吗 没有 这我觉得现在 已经真是到那个年龄了 就人还是显得比较老气 没有 还是很好看 我现在都很少照相了 我自己都觉得照相不好看 你看多少年 有个照相了 嗯 我觉得每个年纪段 都有每个年纪段的美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到我妈妈 就是你们这个年纪的话 如果那个脸还特别瘦的话 不好看 就是要有一点那种 富态的感觉了 慢慢的 嗯 对 现在已经够伏来了 对 妈又白 白还不长斑 你知道吧 对 关键你说气不气人 这点挺好的 有的人很白 她长斑 你姥姥也是 年龄 对 我妈妈脸上还没有斑 不长痘还不长斑 还白 哎呀 太气人了 大宝 好多人说大宝像你 嗯 那 应该是一家人 注定一家人 嗯 对 她也有一点点皱纹呢 眼角也有一点点皱纹 对 白头纹还是有的 对 但是我会比较 注意给我妈妈保养啊 我有跟家人们说吗 我会带我妈妈去打那个 然后平常那护肤品就不用说了 我肯定都给我妈妈备好嘛 但是确实 说实话 想保养成这样的话 还是得 咻咻咻一点点呢 嗯 需要一点 对 需要一点 我觉得应该舍得给自己身上花钱 不管是内服的一些维生素啦 什么啦 我觉得 营养品呢 我觉得 还是平常还是吃一点 另外是 我觉得给自己 像这个季节 给自己包点汤 马上就 已经入秋了了嘛 我觉得 她每次直播来 咱们直播间都要跟你们说 让你们包汤啊 真的 家人们你们真的要包汤 我今天又买了三只甲鱼 我妈妈就经常包乌鸡啊甲鱼啊什么的 对 她经常说 包汤会让女人喝到年轻 对 这个真的可以 有时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 你喝几天汤 你可以试试 真的是不一样 啥汤都喝 红梅姐姐 什么汤都喝啊 你不用喝某一种汤 对 就是经常要喝汤汤水水就可以了 对 不管什么汤都可以 就 就要喝汤 我们家天天都要喝汤 知道吧 可以不吃饭 但是不能不喝汤 嗯 相似为你 你全是夸你的 你竟然全是夸你的 哎 你不是也 对 不行 我最近姑娘也挺好 对 所以你觉得我好 其实你是公认的好 嗯 对 没有 到这个年轻 说出来 有时候心里也有 很大的一个落差 但是就是说 心态保持的 还挺好的吧 一直让自己内心 感觉到自己 哎呦 我还是年轻的 呃 我还怎么样 我有时候看到别人哈 就是我同年龄的同学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脸上 就是一块儿玩的时候 脸上的有皱纹 或者皮肤不好的时候 我回家来提醒我自己 我可不能这样 要保持好心情 对吧 然后我觉得睡觉也很重要 嗯 要好好睡觉 这点有点不太好 你你尤其是 对 我睡觉不好 对 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睡觉 睡觉 这你都 你你你睡一觉 就感觉比贴几张面膜还好用 家人们你们说对不对 一定要好好睡觉 一般像我们的年龄到中午 就是最好是抽个时间 你熬夜的皮肤 休息一下 嗯 中午就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看你下午的一个精力了 各方面都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 你们看 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葫芦 我给我妈妈买的那个葫芦 给家人们看一看 戒指不顺 这个 这些小葫芦是我买的 你们记得吧 就是那个时候是大宝快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我还跟我妈妈说了 我买了两块 然后一个大的吗 大的 然后给了那个大宝的妈妈 然后把小的给了我妈妈 然后我问你会不会吃醋 会不会不高兴 没有的 不会 我觉得是礼物就是一个心意嘛 对 也许你觉得这个我戴上比较好看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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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饰就是戴上好看就行了 对 包括穿衣服 我觉得 不需要太贵重的衣服 适合自己风格的 适合这个场 各种场合的 就是哪个场合 你穿什么样衣服 就行了 对 我觉得就是 一个是这个小小的也适合我妈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确实 我看上这两个 一个很大 一个很小 我感觉咱们送人嘛 然后就是说 咱也得大气一点嘛 把好的给客人嘛 咱自己家 就妈妈就带这个小的就可以 唉 但是 没事 我也不缺手 是 就是把姑娘的心意领了 所以家人们 我其实对大我挺好 你们同意过 同意也扣个一 你们这是看见的 你问我妈妈 我是不是把小的给了妈妈 我把大的给了大宝的妈妈 嗯 真的 你未来如果是真的能成为一家人 我希望你还是这样 因为毕竟是在未来你在国家待的比较疼 不管未来就是 别提 别提 别提这个 头疼 我妈妈 反正我觉得现在的酒 哎呀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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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换个话题 换个话题 这个别提 不是这个不知道直播间谁在这看着呢就不能不能讲不能讲 对我妈妈太善良了家人们你知道吗 我妈妈太善良了就是哎呀算不说了不说了对应该的呀你要求求你了妈 妈妈别说了我会倒我我会倒我会倒你也别了 对嗯 有有大概一些大宝家里面的事情妈妈知道但是有一些的话咱们就不提的对对对 太开心了我反正看不清楚我没事看不清楚对了 家人们不用让我妈妈把屏幕看得太清楚你们说对不对 看得太清楚我我这两天摄影已经很多了 我不想再多事